捕捉五个塔主幻兽帕鲁第十一期 哈喽对手名是在1月27号 这几天休息了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前几天捕捉五个塔主的录像 这个是一个bug 现在不知道修复没有 应该还是可以捕捉的吧 很夸张 什么暴电熊啊 赫鲁斯 波鲁杰克斯 反正是五个塔主的什么神奇宝贝 连帕鲁带人一起捕捉了 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抓 抓之前 先把这个我的世界的设定 下面可以选择设定 然后选自定义设定 自定义设定里面把死亡掉落 改成不掉落任何东西 就是你死了以后没有惩罚 这个比较好 这个抓之前我们先设置一下 这五个塔主的位置 一个是最近的这个 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个就是出生点左上角 那个左翼爆电熊 是吧 电阶魔兽这个 还有接下来就是左下角 有一个火山的 火山的涌颜同心会的高塔 还有第三个是在最上面 最上面雪山上面 有个基因研究部队的高塔 然后是沙漠右上角有一个自卫队的高塔 这样是几个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在这儿 这里中间有个帕鲁保护团体的高塔 这高塔这个位置 我这个地图 看能不能制作一个这个图片啊 就是五个高塔的位置 我这里标个圈 然后你们一个个去找 有些地方像这个雪山最上面的 这个是很难上去的 要从这个侧面绕一下 我从正面上去上不去 从侧面绕就绕上去了 先是捕捉暴电熊左依 看一下啊 小型聚落 小型聚落这里 先到出生点左边的小型聚落 这个传送点 攻击这里的NPC 完了去干一下NPC是吧 干一下马上就跑 我是不是传错地方 传到高塔入口传到上面 那完了是不是得重来了 你看他们会过来是吧 他这个坐着要打十分钟 他这个是帽子 不错 我现在回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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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接受到地图 我现在回到地图 我现在回到地图 给你们在图 我现在回到地图 不是这样 才回到地图 我做地图 Яden图 进来以后不要攻击boss 让这个小兵去攻击boss 只要小兵打到boss掉血了 直接可以捕捉boss了 掉血了30426 不是满血就可以捕捉 然后你按ESC键选择死亡后重生就可以了 这人都是37级的咋个屁 我这人才37 必死无疑 不过这样也算我成功了吧 他已经抓到了是吧 回去看看 那这个不是跟开了挂一样 而且这个也可以攻是吧 这有衣服 电阶摩射的有点大 正常我估计这塔组应该打不过 应该打不过 应该打不过 一辈子 嗯 试试看一下 我去试一下 太黑了 放电门 这什么 这个怪 是花莉娜吗 不是花莉娜 百合女王 我估计我都卡不住就要死了 百合女王 我后面去将人找他 下我开炮 快 出毛病啊 不打我 暴力等级 我去把地图 看看 现在直接来抓 吃完这个 吃完这个 嗯 嗯 我又來啦 是刚开啊 NPC怎麼不來 這個讓怎麼讓NPC打到他 他是天啊 我也做這個 喔 直接被秒了 我這個什麼 防具太爛了吧 我剛才戴的是什麼 什麼防熱服還是什麼東西 你看這自衛戀已經被打了吧 哎 好像可以了 可以了 補助 太畏縮了兄弟 對 對 還真閒 不過剛才他是應該用的什麼 範圍技能 不是有個紅圈子那個技能 那個技能打到 打到小平洋了應該是 我現在還不能做這個 這個應該可以騎撐吧 這個如果是可以騎撐的 那我不是跟這個 跟這個人坐在一起 這個有毒啊 塔主來打工 塔主是打工人 有些地方像這個雪山最上面的這個是很難上去的 要從這個側面繞一下 我從正面上去上不去 從側面繞就繞上去了 哇 我終於上來了 這是什麼 卧槽 那肯定是 我跟你說 那肯定是 我跟你說 要不就是後面 官方會修復 有機力壞打 除非是真的有人壞打 然後發了個視頻啊 好 終於過來了 走 我們準備捕捉 捕捉最後的boss 哎 如果在那個 如果你這個有死亡掉落的話 你選擇直接自殺 在高塔boss那裏自殺會怎麼樣 會不會東西直接掉在高塔裏面 會不會東西它 牆只有兩側 被覆盆 回了 然後覺得要做 不就看到用掉到它 然後就沒了 不可能吧 那別人正常的打boss直接沒了也說不過去啊 東西拿到打boss 東西直接掉完了 然後白完了 怎麼這麼屌啊 哇 傷了一個 銀半戰術 銀半戰術 補助啊 打掉血 最後一塊 我看它掉了一點點血 一夠隔離 你在高塔boss裡面死過一次 東西沒了 後來開不掉了 怎麼會這樣 哇操 這個賊大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做 這個是不是也可以做 做起來 誰接著 抓火山的抓 火山 火山是什麼 烈搖龍手 火山我昨天已經開了 火山頭 火山手 火山 色山 火山 火山 這次自己玩不慘 還真是啊我靠 是縫合力要入殺啊 黑白也不破了 黑白破你看嘛 有這麼新的肯定搞這個 掉血了吧 掉血了 好像失敗了 我看他上面是掉血了 好像是掉了一點點 但這回去不行 哦OK了 那之前為什麼會不行 這個叫什麼波魯傑克斯阿克賽 都不知道哪個是人民哪個是精靈的名字 啊獵友入殺捕捉成功 嗯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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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哼